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29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說這麼快 五月 又過去了 接下來的就是6月 6月當然是一個政治敏感的歲月 不過這節也要跟大家說一下經濟 李嘉誠作為香港這個地產界的龍頭 可以說 由80年代開始 李嘉誠就是刺冊風雲 80年代 他已經是香港首富 首屈一指的地產商 今天經歷了40多年 仍然現在他還是坐第一把交椅 而李嘉誠對於香港物業市場的眼光 也是十分準確的 他賣出來的樓 幾乎 都可以說是倒訂 尤其是他 心急沽貨的 一個中環中心交易 405億 結果 當時人們也覺得李嘉誠會賣便宜 結果人家真是厲害得盡 那一刻就是最高價了 賣完 中環中心 去年 又賣波魯道 結果遇到 波魯道 賣給波魯道 賣給波魯 星加波魯 結果波魯 賣給波魯 波魯道 好像在說急口令 然後 當然李嘉誠殺訂20億 但是他寧願跟他成交 因為波魯道現在賣不到6萬元呎 當時平均可以賣到6萬元呎 現在 最新成交只剩下5萬3萬 而且很難去貨 因為大家知道泰國訂 好了 香港還有很多文業 例如我們跟大家分析過 在這個啟德的 跑道區 我們不可以叫填海區 因為那裏是跑道來的 不過實際上也有一點填海工程 在一個啟德 裏面又有 洗字區 又有公屋 又有居屋 又有便宜價豪宅 又有頂級的豪宅 竟然賣到5萬9元呎 比中半山波魯道還貴 大家已經知道成交是 不實在的 中間可能有很多水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哄人諾答 李嘉誠對於樓氏眼光十分之到 但是 他也另外還有一個可以說是一種寒暑表 就是反映香港企業信心的寒暑表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他旗下 長江中心一二期的 辦公大樓的出租率 根據 細邦魏里士的數據顯示 長江中心 即是現在李嘉誠在返工的地方 過去一年 空置率達到25% 一棟大廈的空置率如果達到25% 已經是危險水平了 好了 不僅如此 他 把這個和記大廈重建成為長江二旗 不是長江二號 是長江二旗 那個空置率 很誇張 現在只是租了一成 你想一下 現在只是租了一成 意味著如果沒有新租客入場的話 空置率高達九成 反映了 這些頂級的甲級商下 沒有辦法找到租客 為甚麼找不到租客 成本太貴 其實大家知道 有生意做的地方 人們不怕貴租 以前旺氣上來的 羅素街 200萬一個月 人們都照租 為甚麼掉到10幾萬人不租 沒有生意做 沒有生意做 多便宜也沒有用 沒有人來 好像英國那樣 英國很多的舖位很便宜 比住宅的 幾千元一個月 一個舖位 很當眼的一個corner位 租金5、6千元 一個月600磅 一個月600磅 結果也是沒有人做 也是要調控 樓上 住宅 一個住宅也起碼要租1,000多磅 當然啦 地上的舖位 小一點也沒有那麼大 如果有那麼大 可能也要1000磅 但是 這裡的舖位比住宅便宜 因為為甚麼 不夠生意做 你又要人手 又要成本 所以舖位的租金 不可以那麼貴 這句也解釋到為甚麼那時候香港的舖位 炒得那麼貴 因為香港人口太密集 而且 太多客人 你有很多生意做 你自然收得你貴租 沒有生意做的地方 收平租 沒有生意的地方 收平租沒有用 有生意的地方 貴一貴租到人家搶 正如當年香港 我們看到現在長江 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 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那麼嚴重 主要是大企業 租得這些的 你不會告訴我 那些文具店可以租得起長江中心 不要說文具店 稍微小一點的公司也租不起 因為說到百多元一呎 租一層兩萬呎 要三百萬租 是不是 很多企業租得起一個月租三百萬 肯定是跨國巨企 高盛 大摩 那類的公司 要不就是 跨國的會計師樓 會計師樓也不行 實際上成不了這個租金 現在開始出現問題 很多都要撤離香港 會計師樓 律師樓 那些 衣務所也成不了這個租金 衣務所是100元呎頂籠 甚至80元左右 去到這些價錢 過百元根本是頂不了 因為你要收多少錢 要開多少刀才可以賺到那條租金 是有這麼大的公司才可以 現在的大公司也租不起這些樓面 而且接下來還有大量的供應 例如 恆地 就是整座騷子 或者有人說是飛機杯 原來出租率也只有 六成左右 之前只有一半而已 現在很辛苦 租多一成 但是仍然有四成的空置 那麼多樓面 因為香港早幾年 瘋狂地蓋上架隙 九龍灣那裏更多 起動九龍東 大家去一去九龍東 周圍都是 摩天大廈 全部都是玻璃幕牆 很漂亮的 每個座座都很宏偉 結果 就是大量的工業 沒人做 彭博報導 香港這些新的辦公大樓 找不到客人 根據細邦毅里士的數據 細邦毅里士是 全世界最大的地產集團 全世界最大的 incorporation 就是全世界被更大的 他認為是新一季 多數新的 商業辦公樓 出租率是低於五成 今年第2至第4季 額外有 70.9萬平方尺 的新寫字樓 增加 也有70萬尺 相當於九個足球場 Penny 細邦毅里士的數據顯示 第一季香港寫字樓 空置率升到16.7%歷史高位 辦公大陸租金價格 較2019年的高峰 跌了35% 長實主席李澤巨 他說 辦公室短期的 需求 是不高的 但是他仍然對長江二期是充滿信心 因為位置中環優質全海景寫字樓供應不多 認為不用太擔心 不過 當價格下來的時候 你就接受現實了 另外一間測量私行 重量聯行 重量聯行 他說 新供應增加 這個競爭是很大的 令到業主願意妥協 租戶在租貸條款上有更多的發言權 即是有辦公室 power 預期今年 辦公室的租金會跌多5% 其實我想不止 因為 跌得那麼少 根本不會有人租 除了供應增加之外 國際銀行削減成本 投行也不夠交易 令到金融公司縮減辦公空間 只是縮香港而已 他們去新加坡還在搶租 東京也有人擴充 在香港縮 原因當然就是企業撤出香港 這也是另一個寫字樓跌的原因 反映整個經濟寒暑表 香港的經濟寒暑表 不是全世界 因為 我們看到其實 在紐約 在倫敦 他們的寫字樓 空字樓也升了 原因就是 有work from home的概念 當然 work from home可不可以完全 代替這個寫字樓是不可以的 因為 疫症大流行過去之後 大部分人也要上班 也只是有少部分 例如做電腦 做網上的 可以留在家工作而已 大部分人也要上班 令到 倫敦 紐約等等 甲級寫字樓價格是下跌了 不過人家的下跌就不及香港 原因是香港 主要是企業對香港沒有信心 而撤出香港 他們搬到新加坡 因為有大量的 投行搬到新加坡 他們不是沒有生意做的 而是香港提供不了生意給他們做的 所以正確來說 香港經濟不好 不是全世界經濟不好 你看全世界的股市都還在創新高 昨天 納指突破17000點 杜紙 早一陣子工作過上4萬點 上個星期 現在還在近4萬點徘徊 所以你看到人家是很強勢的 人家的生意 各方面也不錯 經濟很好 現在香港 是出現那種蕭條的格局 因為蕭條是一級級下來的 最上層的 吃得大茶飯 都開始在香港設施 香港走 我們看到生意大有小 大公司跨國巨企不行 小公司 那些個體企業 個體戶 小企業 或者中小企 都不行 很多倒閉 零售飲食 首當其衝 吃飯一定要的 為甚麼會有很多餐廳倒閉呢 原因就是 香港不夠客人 這個也是一個經濟的惡性循環 大蕭條就是這樣來的 企業 沒有生意做 找不到錢 減薪 裁員 或者搬走 造成很多人的失業 沒有工作 就算仍然有工作 幸好有工作的話 也擔心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有工作 或者是減薪 對於前景不明朗 他們只能夠節衣縮食 減少消費 當這個人 減少消費的時候 變成了 外面企業做生意的人 就找不到錢 你不肯花錢 你去幫忙開一間茶餐廳 以前可能 你可以吃得更好一點的 凍飲加三元不考慮了 現在不要了 喝點熱飲算了 有沒有套餐 沒有套餐 我也是 只是吃東西 給杯水我可以了 省一杯飲品 你也節衣縮食啦 當人個個都是節衣縮食的時候 那些企業更加賺不到錢 今年比去年還要抄 這樣不行了 我們數不起10個伙計 炒兩個 又多了兩個人失業 整個惡性蕭條 就變成了個個都沒有信心 而政府怎麼可以令人有信心呢 當然 他是做不到的 你看到呢 如果做得到就不會抓周幸彤 坐牢也只要抓多一次 所以 你沒有辦法令人有信心 我們看到大陸做了一個闢謠 出來說 什麼叫做要查入境人士的手機 是一個搖野 惡毒攻擊 當初他們自己說的 現在出來闢謠 為什麼 因為糟糕 真的沒有人來 你嚇走了所有投資者嘛 你連遊客也嚇走了 遊客也沒有人來 哪有膽敢有投資者呢 你問問全世界 敢不敢來香港投資 入境也怕被人拘捕 還來投資 所以 甲級寫字樓 沒有人租很正常 入境也怕被人拘捕 誰敢來開工 來開店 做生意 我肯 我的伙計也不肯來上班 你試一下叫美國 紐約調一個經理過來 說不要吧 我可能會被人檢查手機 又要抓 又要鎖 所以 整個循環就是這樣來的 那麼香港有沒有救呢 實際上你要換政府才可以救 換政府不是換香港政府 要換中國政府 那麼大家想一下 那個機會有多大呢 暫時看不到 暫時看不到會發生的機會 因為我們也要比較 說得客觀一點 所以 所以 香港的人問有沒有得翻新 暫時看不到會發生的機會 看到就知道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趣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拜拜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